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澳门旅游业的辉煌成就 澳门首次在内地出境旅客满意度排名中夺得第一位 专业导游协会会长胡惠芳表示 业界不断更新导览方式 居民也积极扮演礼貌大使的角色 令旅客感受到和谐轻松的旅游体验 学者卢振邦认为 这证明了澳门旅游政策方向的正确性 建议未来多与周边地区协作 设计更多连游路线 共同吸引旅客 接下来 外国财经媒体《资本视觉》 发布了2024年全球兵力排名 越南以580万的兵力位居榜首 其中超过500万是预备艺人员 中国则排名第六 现役军人数超过200万 坦克数量位居全球第三 航空母舰数量排第二 美国军费占全球总军费近四成 2022年军费总额达到8770亿美元 最后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在台大演讲中谈到AI时代 并展示了台湾地图 及合作供应链厂商名称 称辉达一切从台湾开始 他在演讲中展示了 NVIDIA Earth二数位孪生模型 如何更准确预测台湾气候变化 并表达了对台湾供应链伙伴的支持 称台湾是无名英雄 是世界的支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澳门首次荣登 内地出境旅客最满意目的地的榜首 澳门专业导游协会会长胡慧芳表示 近年来 业界不断创新导览方式 居民也积极扮演礼貌大使的角色 营造出和谐轻松的旅游氛围 赢得了旅客的高度评价 他对此感到欣慰 但也感受到 未来如何继续提升服务质量的压力 内地旅客普遍认为 澳门交通便利 购物方便 且居民亲切包容 愿意再次光临 澳门旅游大学讲师卢振邦认为 这一成绩证明了澳门多元化旅游政策的正确性 建议未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协作 设计更多联游路线 并挖掘澳门历史城区的故事和特色影视文化 推动澳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东方日报 外国财经媒体《资本视觉》 近日发布了2024年全球兵力排名 越南以580万的总兵力居首 其中大部分为预备役人员 乌克兰因应俄军入侵 现役士兵数量激增至90多万 中国现役军人数目超过200万 位居全球之首 坦克数量排名第三 现役航空母舰数量排第二 美国军费占全球总军费近四成 2022年军费总额达到8770亿美元 排名前十的国家 依次为越南、印度、南韩、俄罗斯、中国、乌克兰、美国、北韩 巴基斯坦及伊朗 中央社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在台大演讲中展示了 NVIDIA Earth二数位孪生模型 强调台湾在辉达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并感谢台湾的支持 黄仁勋称 台湾是辉达一切的起点 并展示了模型 如何更准确预测台湾气候变化 演讲结束时 他对台湾供应链伙伴表达了支持 称他们是无名英雄和世界的支柱 此外 台湾大专院校因少子化问题面临退场危机 预计未来可能有40所私立大专 和50所私立高中值停办 气象预报显示 台湾近期降雨情况将有所变化 南北部地区将出现局部降雨 东方日报 澳洲南澳省94岁的沃伊特 Percy Voigt 在92岁时患有第三阶段废弃肿和骨关节炎 原本身体状况不佳 但他在两年前偶然看到南澳大失赛的广告 决定戒烟并开始认真运动 尽管起初连100米都跑不了 但他坚持训练 最终在60米和100米跑步比赛中夺得金牌 他表示 运动让他身体逐渐恢复 疼痛消失 肌肉和关节也恢复正常 形容这如同重生一般 美好且充满活力 星岛日报 内地牛肉价格近日大幅下跌 市场上最便宜的牛肉仅售29.9元人民币一斤 跌幅超过两成 几乎与猪肉价格持平 这一现象让许多养殖户感慨 养牛不如去打工 而消费者则乐见其成 称可以享受牛肉自由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 4月份全国集贸市场牛肉平均价格为 每公斤76.36元 比1月份下降了5% 济南淮印区巴里桥蔬菜批发市场的一家牛肉店负责人表示 牛肉价格从美金38元降至29.9元 销量比之前增加了一倍 养殖户们则因价格崩盘而亏损严重 有的甚至不得不将牛卖掉转行打工 香港电台 日本能登半岛在当地时间清晨6时31分 发生5.9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震央位于能登半岛 轮岛市和株洲市震感最为强烈 日本气象厅表示 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但地震后当地发生多次余震 其中一次达到4.8级 受地震影响 北陆新干线和上越新干线一度停驶 但现已恢复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 能登半岛在今年元旦日 曾发生7.6级强烈地震 造成200多人死亡 香港电台报道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调研奇瑞汽车 与埃布罗电动汽车的合资工厂 强调 这是中国汽车企业开拓欧洲市场 实现本地化生产的重要尝试 他希望奇瑞与西方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推动项目早日投产下线 为当地经济 就业和中欧产业合作 做出贡献 对于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的反补贴调查 王文涛指出 中欧之间既有竞争 更有合作 只有在良性竞争中扩大合作 才能实现共赢 他呼吁欧方摒弃保护主义 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道路 并希望双方企业克服困难 将项目打造成中西乃至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要典范 东方日报报道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周一清晨 发生黎克特制5.9级地震 震源深度约10公里 当局未发出海啸警报 这是自今年1月6日4.3级地震以来 近5个月最强的地震 镇央附近的石川县和新系县河电厂 未有发现异常 尽管地震强度较大 但当地居民和设施 似乎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相关部门已迅速展开调查和应对措施 确保民众安全 东方日报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名助手证实 以色列已接受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 结束加萨战争的框架协议 尽管该协议存在缺陷 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解决 美媒称 以色列战时内阁已通过停火建议 宪政等待哈马斯回应 内塔尼亚胡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福尔克表示 虽然协议不是完美的 但一方非常希望释放所有人质 拜登的三阶段停火方案包括 首先实施为期六周的完全停火 以军撤出加萨人口稠密地区 哈马斯释放妇女、老人和伤员 以色列则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人 第二阶段 哈马斯释放剩余人质 以军全部撤出加萨地带 第三阶段 启动加萨的大规模重建计划 福尔克重申内塔尼亚胡的立场 即在所有目标实现前 不会实现永久停火 香港电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表示 他因为严口废案被裁定34项 伪造商业记录罪程后 有可能入狱或被软禁 虽然他愿意接受刑罚 但他不确定公众是否会接受这个决定 他说 将他送入监狱 对他的支持者来说 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 特朗普在访问中又重申 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并痛斥了那些参与定罪的人恶毒 争取再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 在社交平台TikTok开设账号并发布片段 至今有超过200万人追踪 寻求连任的总统拜登 早前亦使用TikTok进行竞选活动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由 寻求禁止TikTok 但被法院阻止 而拜登在4月就签署法案 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明年1月前出售TikTok在美资产 否则将面临在美国被禁 侨报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 仍在中东地区持续之际 以色列国庆日5日游行 Israel Bay on Fifth Parade 周日6月2日在纽约上东区举行 据Odyssey报道 由于以色列和犹太社区的团结 以及哈马斯劫持人质的回归是最重要的 这个通常用彩色花车和气球举行的节日活动 变得更加庄严 游行沿着东57街和东74街之间的第五大道进行 在上午11点30分之前 就开始了各种街道封闭 并将根据警方的指令重新开放 由于犹太纽约人担心他们在游行中的安全 纽约警察局加强了在游行中的执法 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纽约人质家属论坛 Hostage Families Forum的2000名支持者 以及人质家属 紧随其后的是纽约市犹太人 和以色列社区的数万名成员 游行的主题是一个民族 一颗星One People One Heart 强调犹太社区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并呼吁采取政治行动 市长亚当斯在游行中告诉记者 我们的信息非常明确 摧毁哈马斯 把人质带回家 让我们带来和平 这样我们就不会失去无辜人民的生命 与会者涌上街头 支持这个节日 人群将自己涂成蓝色和白色 旗帜飘扬 香港电台墨西哥大选投票日在发生暴力事件 中部普埃布拉州 据报有身份不明人士 为窃取选票 而袭击投票站 造成两人死亡 而投票开始前数小时 西部地区一名地方候选人被杀害 令这次选举活动展开以来 遇害的候选人增加到至少25人 在选前民调中 大幅领先的执政联盟总统候选人 辛抱姆表示 会继续执行 即将卸任总统洛佩斯 要用拥抱而不是子弹的政策 来解决犯罪问题 排名第二的在野联盟总统候选人 加尔维斯就认为 必须对与犯罪集团相关的暴力 采取更严厉的态度 由于支持率处于前两位的总统候选人 都是女性 墨西哥有望迎来历来首位女总统 不少女性选民都寄望新总统 能够改善妇女权益 东方日报报道 加拿大萨斯卡彻温省的昆西 Loretta Quincy 自七岁起便热爱越高积木 这份热情延续了33年 甚至在成为三名孩子的母亲后 依然不减 她用数十万块积木 为她的狗制作了一间间精致的大狗屋 每一间都比上一间更大更复杂 昆西表示 建造一间乐高狗屋大约需13周 每天花3到4小时 尽管拆解也需十几小时 但她乐此不疲 她曾建造过最大的房子 高达1.85米 宽1.73米 足以让她在里面站立和躺平 她的乐高收藏还在不断增加 每年圣诞节 她都会买一两盒新的积木 东方日报报道 德国南部近日持续降雨 造成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引发洪灾 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上周六 一日 一名42岁的消防员 在救援期间 因救援船翻册不幸丧生 目前仍有一名消防员及一名妇女失踪 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福腾堡州是重灾区 水坝发生决堤 紧急疏散正在进行中 巴伐利亚州部分列车服务取消 施木特河洪水泛滥 救援人员使用直升机 营救受困居民 巴登福腾堡州约有1300人紧急撤离 没名根室的监狱也被洪水倒灌 约100名囚犯被临时转移 截至周日 2日 凌晨 德国气象局向南部14个地区 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恶劣天气警报 预计未来24小时内将有更多暴雨 明报报道 内地高考将于周五 7日 开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昨日下午到北京检查今年高考的准备工作 在北京市第13中学市场 丁薛祥了解了各项准备情况 据教育部数据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342万 比去年增加51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多个省份推行高考综合改革 丁薛祥强调 要坚持以考生为本 做好交通疏导 防暑降温 食宿卫生 噪音治理等综合保障工作 为残障考生等特殊群体提供便利 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 体现对考生的关心和关怀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节目